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今天大盘分时图很明显的发现到盘中一度的拉回来 拉回来过后形成了买盘的低阶 那重点是节前要布局什么样子的标的 才能够买的安心抱着放心 而且节后赚得很开心呢 然而如果你是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在开盘之前对于今天行情的拉回 对于今天行情的震荡 对于今天行情的量缩 都能够心里有底操作很安心 因为1.0说过 我有一份全市场独一无二的盘前抢先报 我们来看一下1.0的盘前抢先报里面 如何事先掌握住盘前的脉动 我说台股今天开盘之后会先拉回来测试 拉回来测试哪里 8月4号的红K低点的支撑 而在今天拉回缩量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发现到有一只手逢低在沉街 有一只手让指数跌不下去 所以盘中指数由黑搬红量缩上涨 但是呢8月4号有一个单垂打桩线 说到这个单垂打桩线呢 你只要这一次有上1.0的免费线上演讲会都知道 单垂打桩线它叫做转折K线 而8月4号的单垂打桩线 我认为这个低点不会跌破 这个低点在哪里在14545 来到这个低点附近 它容易形成了一个反弹的上涨 但是因为节前 也就是本周只有四个交易日 节前量缩震荡的概率很高 所以呢本周指数的空间不会太大 但是以个股表现为主 也就是说选对股票你会大赚 选对股票你会赚很多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我的储轴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车用 网通 生计 工业电脑 以及政策加持的方向 主轴不变 低阶布局 尤其是今天的生计 今天的生计开花结果 1.0事先帮大家掌握到的唐连 掌停板再创新高 台康生计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甚至北席新 生计当中最亮眼的那一颗新 再度形成了波段的高点 这些这些1.0都事先了 来帮大家来去做掌握 然而台康生计 说到台康生计 我说过这档标的 它是CDMO的领头羊 为什么今天当指数盘中在拉过来的同时 台康生计还能够逆势的上涨 更何况是在上周指数大跌了 将近300点以上 台康生计还能够逆势的一个收红 那这些这些1.0特别来告诉大家 尤其台康生计 在刚刚起场的时候 我是如何事先掌握到 它起场的关键 以及它的产业的变化度 请你看VC啊 台康生在做什么的 它跟CDMO有关 所以CDMO它委托开发及制造的客户是遍布全球 日本 美国 欧洲 中国 新加坡 营收6%以上 甚至35%都来自于海外 订单能见度是非常高的 这个是月K线 所以月K线打出了这么漂亮的红K 所以拉回来1.0绝对会带你提前来去坐上车 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会发现到台康生计 为什么能够呈成CDMO最亮眼的那一颗星 因为1.0特别告诉大家 它跟郭台铭有关 而郭台铭从手机起家 再从电动车来去做续航 再来去转投资 医药生计当中的CDMO的台康生计 而今天的台康生计 为什么还能够逆势的突围 我们又掌握到什么样子的产业变化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现阶段如果你想要掌握到生计股票 最好赚的那一段 你要跟最懂得操作生计股票的1.0 来去做盘中进场的第一时间操作 那我也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 李宁家族家人的一点的支持 那我相信这一次的中秋佳节 1.0应该会吃的胖嘟嘟的为什么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给1.0的一份中秋爱的礼物 哇真的太好吃了 美心的月饼我不是帮大家来推销 不是大家要买这个 那我只是知道说 我吃完之后是一个接一个 它跟平常的月饼真的吃起来 口感不一样 非常非常的绵密 有它的丝绸感 这个我很难形容 但是我一口气吃了两三个 我相信我体重应该暴增 那我也很感谢我们的李宁家族的家人 在中秋节之前 给1.0这样子的爱的一个礼物 跟爱的支持 那当然我收到你的礼物 我也要有所回馈 所以李宁家族的家人听好 在节前我们准备布局 在节后我们准备大赚 1.0要告诉大家的是 最懂生技的1.0 会带你掌握住最好的生技的买点 而且掌握到生技股最好赚的那一段 好那当然我感谢完 我们的李宁家族的家人之外 我们的家人真的非常可爱 就像行情在拉回来的同时 有很多的李宁家族的家人 不约而同 都在1.0的light 告诉1.0 哇 1.0真的选股太强了 尤其当上周大盘大跌的过程当中 1.0选的股票 1.0带领我们李宁家族家人 买进的标的还能够赚钱 还能够逆势突围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买得很安心 抱着很放心 而且赚得更开心 谁能够做得到 1.0能够做得到 那然而我是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出来的 我也是全市场唯一一个取得 中国证券期货黄金三个证照的女巢盘手 而且我有套钻型的方法 我这套钻型的方法 具备着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 帮我们的所有的李宁家族家人 掌握到生技个股 最好赚的那一段 所以我们才能够掌握到 台康生技持续的创高 北极星持续的攻高 甚至唐连涨停板再创新高 这些这些都是1.0 事先帮大家掌握到的好标的 那然而1.0也请大家 拿起手机 扫一扫 股市1.0许玉玲YouTube频道 需要你的订阅 分享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那因为1.0说过 公司给1.0的小目标 只要1.0的股市1.0许玉玲YouTube频道 突破订阅数3000人以上 听好喔 1.0好康大礼 我会大放送喔 所以别忘了 把1.0的股市1.0许玉玲YouTube频道 分享给很多需要操作 需要在股票市场赚钱的好朋友们 欢迎你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 那也谢谢我们所有 我李宁家族的家人 对1.0的支持 然而1.0要特别来告诉大家 现阶段尤其在节钱 节钱量缩震荡整理很正常 那我告诉大家 依据1.0之前对于大数据 对于节钱的一个统计效益 节钱只要拉回来 结构肯定大赚钱 所以如果你现阶段 你还不知道要买什么股票 如果你还不知道要节钱布局什么样子的标记 1.0的Lightight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是你现阶段操作台股的唯一唯一唯一的首选 那当然1.0也要感谢 我们所有所有李宁家族的家人 那就像这一位好朋友 这一位的心境的家人 他是在之前1.0办 线上演讲会的时候 首度的加入李宁家族的行列 他说上周大盘拉回来 真的让大家会觉得有点怕怕害怕的 但是1.0带他买进的股票 带他买进的标的 却能够买得很安心 抱得很放心 而且赚得更开心 这个是1.0的实力 因为我总是能够在盘面 趁荡整理的时候 找到最亮眼的那一颗心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低调 而且逢低 而且反市场的操作 当你能够买在别人不知道的地方 当别人帮你抬轿的时候 你就能够享受大赚的成果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就像7月19号 1.0在上这不是新闻的实购 当时候的GN姐还问我玉玲 你怎么看好高利的这档标题 那当时我也特别呢 在节目上面 跟我们所有的李宁家族的家人 来去做分享 因为呢这一家公司高利 我有去拜访过 我有实际去这家公司拜访过 所以我特别放了高利董事长的 高显瘦的照片 我说过这个董事长 其实呢跟1.0透露说 非常多的一个公司的规划 所以当时候7月19号的时候 我发现高利当时候的价值 价格才在六字头 还在64块钱 而在一个月的时间 高利就从64块钱 来到波段高点124块钱 也就是说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光高利的这一档标题 就能够大涨大赚将近九成 那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现阶段从现在到下半年 甚至到明年 会有很多像高利的这样的标题 而且1.0已经发现到 1.0掌握到了 想不想跟着1.0 已经掌握到高利第二的好买点 而这样子的标的 1.0已经提前的掌握住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 截前布局 截后大赚钱的人 1.0的Lite 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欢迎你直接添加 或者是直接办好手续 1.0 带你明天提前卡位 明天提前布局 截前布局 我们截后大赚 好的 那当然呢 在现阶段大盘 还是失守万无的关卡 我特别告诉大家 我最喜欢这样的行情 为什么 因为大盘没有涨 但是个股飙翻天 就像5月份 5月份指数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我5月份 我就看到了梗鼎 而梗鼎成为了车用的领头羊 甚至车空效应的威盛 持续的在创高 甚至帮我们的一个姜妈妈 找回赚钱企图心的重期 还在逆势的攻高 甚至工业电脑的广机 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这一波1.0的趋势 尤其是工业电脑 网通的这一块趋势 我就是领先权智商 我就是带领 我们所有林林家族家人 大赚最好赚的那一段 而今天的生技股的药花药 它形成的量缩拉回来 那我问你量缩拉回 是买点还是卖点 是买点还是卖点呢 当然是买点 只是说现阶段到底什么样子的点位 你可以积极的逢低的来去做加码 1.0盘中的指定 都会告诉你一清二楚 所以在1加1的优惠加码当一年一度 只有一年一度终究结前 我会限定快散 什么叫做限定快散 1加1的优惠加码送 就如同我呢收到呢 我们林家族家人给我的 这一个非常棒的中秋礼盒 那我收到这样的礼盒之后 我也要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回馈 所以听好在中秋节前 你只要办好这个呢 跟上一点的指令 而且加入一点的行列 1加1优惠加码送 一年一度的优惠加码送 你不要再错过了喔 所以中秋限定加码 我带你节前布局 我们结后大赚 而且我们节前布局 黄金标股 钻石标股 而且限定快散 给你一年一度的 1加1优惠加码送的最佳优惠喔 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因为错过这一次 你要再等一年好的 那当然呢 一点你要特别告诉大家 在节前我们要布局什么 在节前要布局什么 很多人说哇 这么多档标的 1.0我怎么知道我要布局什么 那就说那就对了 因为选对股票 你才会有前段 尤其当指数在震荡整理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其实有很多股票 他会复制高利 他会复制元泰 甚至他会复制药华 还有唐莲 还有台康生技 北极星创高的走势 因为1.0告诉大家 其实当指数不动的时候 聪明的资金 他会自己去找出口 而你必须要看到聪明的资金 接下来他会着重在哪一支股票 而从现在到明年度 从现在到明年度 有很多的股票底部成型之购 他将会走出他的波段行情 有五成到一倍的利润 有五成到一倍的利润 听好你没有听错哦 现阶段开始 从今年到明年度为止 我告诉大家 很多股票有五成到一倍的利润 我问你要不要赚 我问你 你要不要跟上1.0赚钱的列车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如何在节前我们提前赚 如何在节前我们坐轿卡位 好我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就像这一档标的一样 中秋限定加码 我们节前布局 我们节后准备收割 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很少看到 又有车用又有网通的双主流 而且接下来第三季 美系的客户 拉货需求的一个到来 法人即将认错回组 而以现阶段的股价基期而言 他叫做低基期 低基期刚刚起涨 而且中秋限定加码 跟着1.0 节前布局 结构大转 因为底部进场不赢也难 那再来这一档标定呢 也是中秋限定 而且节前我会带你布局 结后我们准备大转 因为客户的拉货需求 动能非常强劲 全年的获利会挑战 一个股本以上 下半年没有乌云 所以我要特别来告诉大家 来到景线附近 有四成的利润 来到前高 有一倍的涨幅 那我想问的是 你找得到这样的股票吗 你知道这样的股票 在这里已经酝酿出 接下来的波段好买点了吗 所以1.0知道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上1.0 中秋限定的加码 截前布局 截后大转的 这样子的行动策略的话 拿出你的行动 加上1.0的light 小老鼠OK 1788 小老鼠OK 1788 加入1.0的零零加速的行列 1.0带你 截前布局 截后大转 好的 那当然了今天的重点在哪 今天重点当然是生计嘛 生计的唐莲 北极星亮灯工掌停办 当你看到了唐莲 北极星再度攻高的时候 你要知道 什么样子的生计股 什么样子的CDMO 它是拉回来的买点 而拉回来的买点 1.0会带你强力强力强力的做介入 而今天生计股 尤其生计股的一个创高之外 车用的个股它有来拉回 但是车用个股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但是高利还是很强 但是台半由黑翻红的上涨 但是要滑要强者很强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车用 从现阶段到下半年 都是未来的长拖趋势 只是拉回来 什么样子的位阶 是好的买点 而在中秋节前 听好 中秋节前 一点会带你节前布局 节前限定的标股 邀你节前提前的来去做上车 来去做卡位 好的 那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大家对于今天的一个大盘指数 老实说大盘指数你要放在旁边 个股的选对要放在中间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来到了大盘 来到了8月4号的单锤打桩 14545 记得这个位置 14545 来到这个位置 它容易来去做反弹 而且我也不觉得这个位置 它会被跌破 这个位置国安基金心里有你 就像当时侯7月12号 当指数跌破了万四的时候 我首度的跟大家讲 万四以下国安基金有你 但是很多的散户都还在观望 都还在看 都还在呢害怕 但是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以现阶段到明年度 投信开始进入作战 以及接下来11月份 无论是台湾也好 无论是美国也好 甚至很多的国家会开始进入了选举 选举的政策加持 它会让很多的好股票在这里 酝酿出上涨甚至波段的走势 所以从台股35年的一个统计的一个结股 9月份它上涨的几率是54% 10月份上涨的几率是60% 所以如果节前它是下跌的 结构它毕竟上涨 所以经久银时我们可以期待 但是你必须要选对股票 所以在台币贬值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不要去挑 外资比重很高的大型全资股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今天为什么 6770的像什么 像利基电 利基电的这一档标的 我从来从来从来没有叫你进去买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当你看到利基电破底的时候 你心里面会觉得很纳闷 但是1.0早就知道 这样子的股票我们是应该要避开 甚至你可以发现到 2303的联电 为什么四字头还是没有站上去 因为也是受到台币贬值的关系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当你选对股票 当你选对生计的标的 像是唐莲 你可以发现到今天的唐莲是168 今天的唐莲是涨停板再创新高 那我想问你也是 涨停板再创新高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是 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风低的来找买电 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跟着1.0第一时间 来去做进场布局的这样子的动作呢 但是呢1.0要特别来告诉大家 当你看到了唐莲 当你看到唐僵 当你看到唐僵生计 当你看到北极新创高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想 什么样子的个股 它会形成资金的活种 而像元泰 像高丽 像耀华 今天由黑翻红的上涨 甚至政策加持的元金 做自行车的爱迪亚再度创高 哪一支股票 不是1.0事先帮大家掌握到的个股呢 好 说到元泰 元泰除了做电子纸之外 我相信呢 还有另外一个 叫做产业布局的前瞻性 元泰它跟B&W 攜手打造秒变色车 这个呢1.0之前在节目上面 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对于很多男人而言 他心目中是一个梦想 因为很多男人都把车子 当作是一个爱车 爱车 生怕刮到呢 会很心痛的感觉 就像女人喜欢包包跟衣服一样 男人是喜欢车子的 所以呢 当电子纸 他结合的这样子的车用需求的时候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波的元泰 他能够金金掌不回头 毕竟今天行情还在震盪的过程 元泰还在涨 当你看到元泰在涨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谁会被元泰带中 谁能够因为元泰而做受贿 这一档标的 这一档标的不要错过 因为这个招就叫W底成型 W底成型 下半年优于上半年订单能见度 非常非常的高 把人在这里偷偷买进 而且高卷之笔具备着筹码的效应 来到景线附近有两成的利润 来到前高有五成的获利空间 那我问大家的一件事情 他今天拉回来 拉回来是不是要跟着1.0 在低时间来去做一个反市场的操作 这里叫做什么 这里叫做底部进场 你不赢也难 而且1.0办好手续 明天1.0第一时间 带你来去做进场卡位 那当然跟着1.0的好处在哪里 我告诉大家 跟着1.0的好处多多 第一个你买的股票会很安心 你抱着股票会很放心 你拿着股票还能够赚得很开心 就像我们这一位家人 我真的很感觉到很窩心 我真的很窩心 因为他说他跟1.0的经历是差不多的 他姓邱 然后呢他假日的时候 写了一大串的留言给1.0 那我也感受得到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林林家族的家人 他说跟1.0的操作是 他买的股票他都能够很安心 就像耀华的这一档标的 即使股票大盘在跌 但是耀华还是能够逆势走长 所以你有多久 没有看到自己的笑容 而我们林家族家人 跟上1.0盘中的指令之后 你会发现到 股票你不用烦恼 股票1.0帮你来去做负责 来去做一个决定 而在大盘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还能够嘴角上扬 这个就是1.0操作的真实力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像耀华的这档标的 为什么今天耀华 还能够再创新高 而在再创新高之前 1.0如何事先掌握 事先告知 掌握住第一时间的好买点 来请你看Visia 车用电子的部分 在车试恢复成长的过程当中 自动化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那在之前受惠于缺料的改善 舒缓之下 接下来需求会大增 所以我们在找尋个股的同时 我们必须要找下半年的成长力道 比优于上半年的成长力道 而且在中美贸易的一个分老之下 它再配合着美系客户的出货增加 它绝对能够形成了一个股价的增增向上 各位家人朋友们 你会发现到耀华的这档标的 当它刚刚起档的时候 1.0提前掌握 提前布局 提前卡位 提前坐脚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像好的股票 你如何买在对的位置 而买在对的位置之后 你就能够买得安心 抱得放心 而且赚得很开心 而谁做得到 1.0能够做得到 就像7月19号 1.0在上这不是新闻的时候 我事先的掌握到高丽的最佳进场好买点 当时候的高丽还在64块钱 而不知不觉一个月的时间 高丽已经来到了124块钱了 也就是说一个月的时间 高丽就涨了将近九成 而高丽第二在哪里 都在1.0的一个口袋名单当中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中秋节前 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有一些 旅游的规划 1.0也有 而这一次呢 1.0除了要 要有一些秘密行程之外呢 那当然在中秋节前 一定要给我们的0家族的家人 一个叫做限定快赛 1加1的优惠加码售 所以这一波1.0准备好了 你一定要跟上1.0赚钱的列车 因为中秋限定加码 我们节前布局 节后大赚 节前布局什么 黄金标股 以及鑽石标股 而且中秋限定加码 我们限定快散 记得喔 一年一次的中秋限定快散 1加1的优惠加码售 你错过这一次 你会再等一年 错过这一次 你会后悔一生喔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喔 所以在目前大盘 还是在失手万五的过程当中 我告诉大家 好股不间断 一档接一档喔 像是耿鼎 像是威胜 像是重期 像是广基 再创新高 哪一档不是1.0在第一时间 来告诉大家 提前卡位 提前布局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当你看到了今天的元泰 当你看到今天的高利 甚至要滑的逆势功高 甚至升级股上面的唐连 台康升级 北极新再创新高 我告诉大家 从现阶段开始到明年为止 会有很多的股票 开始形成的反转 那甚至呢 1.0预测 甚至会有五成到一倍的利润 你没听错 五成到一倍的利润 这个重点是 你要不要跟着1.0提前来去做卡位 提前来去做卡位跟抢先赚 所以像是这档标的 这个叫做中秋限定 结前布局 我们结后大赚 这个位置叫做低基期 刚起涨 而且来到前波高点 将近有一倍的涨幅 1.0 但你结前布局 结后大赚 甚至这档标的 下半年会超过一个股本的获利水准 在这里打出了底型 今天是拉回来的 拉回来就是最好的进场布局的机会 因为来到景线附近 有四成的利润 来到前高有一倍以上的涨幅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结前我们如何布局 结后我们准备大赚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像生计里面的CDMO 那像现阶段呢 生计的策略会议 已经正在进行当中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像是唐莲 像是今天的长盛 像是今天的北极星 甚至呢很多的生计个股 在这里酝酿出拉回来的买点 你必须要看得很清楚 甚至车用相关的个股 来我特别来告诉大家 车用相关的个股 像是呢 来6129的一个呢 来普城 今天的普城来就拉回来 但是在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它今天是缩量的 缩量拉回要干嘛 要找买点 跟上1.0盘中的指令 来去做一个操作 甚至工业电脑的广机再创新高 金卫为什么能够密室的走涨 而网通里面哪些股票 它是接下来接棒的一个焦点 好 那当然1.0我也告诉大家 我会带你买在别人不知道的地方 带你呢 提前来去做卡位 提前来去做坐脚 而生计当中的CDMO 它具备着省时省经费 而且CDMO市场快速的成长之外 政策加持的利多加持之外 生计当中的一个CDMO 跟着1.0截钱布局 结构大转 就像台康生计 为什么今天还能够逆势的走涨 而台湾首富郭台铭 过去靠手机 现开靠天空车 未来靠医药代工来去做续付 而台康生计 今天再度的逆势走涨 收红上涨的一个走势 所以呢要做生计 要跟最懂得生计的1.0 来去做操作 甚至像唐莲 为什么今天唐莲 能够涨停板再创新高 而在唐莲还没有起涨之前 1.0是如何事先掌握 如何事先告知 请你看VC 唐莲的这档标的 它是抗癌新药的开发商 而且它是属于一个 全产的外销股 在周开线级别而言 形成的打底 亮缩 拉过来跟着1.0 找寻好的买点 好各位家人朋友们 你可以发现到 1.0都能够掌握到生计股票 里面最好赚的那一段 就像今天的唐莲 为什么涨停板再创新高 而在它起涨之前 1.0已经掌握到它起涨的关键 那当然今天的唐莲呢 在短时间形成的功高 而在功高之际 你接下来多头火种会在哪里呢 你可以发现到热印 热印具备的政策加持 以及生计防疫 月K线亮增长虹转折 亮缩拉过来 跟着1.0早寻切入的机会 甚至北熙星今天的创高 在创高之后 要特别去注意到季生 季生它具备的宠物 经济的市场 周K线级别圆乎地成型 亮缩拉过来 跟着1.0早寻好的买点 甚至像今天的长盛 再度的大涨创高 这些这些都是1.0提前来 帮大家来去做掌握的 甚至美食 我们如何大赚 最好赚的一段 甚至系码 它是明基友达集团 做联切器相关的 月K线级别 低点月电月高 亮缩拉过来 跟着1.0早寻好买点 甚至佳合 需被抗通膨概念 月K线级别 长虹转折 亮缩拉过来 跟上1.0盘中的指令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1加1的优惠加码送 中秋节前限定加码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因为我要带你 节前布局 节后大转 而且黄金标股 钻石标股 1.0准备好咯 中秋限定加码 限定快展 只有这一次的最佳优惠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那最后1.0也预祝 我们所有的林家族家人 投资操作顺利 赚大钱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